大家好,欢迎收听升旗翼普通话频道,今天是2023年12月15日,星期五,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金融风暴来袭,因为全国都欠了很多债务,欠那么多的债,光是还利息也不知道要还多久,现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引擎似乎已经瘫痪了。 去年的封城可以说是压垮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上海一封城,整个长三角的经济就停顿,到了重新开放之后,这个引擎就熄了火,打不着了,只有中国的出口多一点,因为外资被中国共产党的野蛮行为给吓怕了。 而外资的出走就加剧了失业率,各方面的经济也全面停顿,当它想重启的时候,已经是为时已晚。 我们在去年已经说过了,你这样霸王硬上工,那些厂家全部都不用做了,生意全部也不用做了。 尤其是在中共治下,已经有几百万家餐厅十四节业,还有就是中小企业越来越难做。 其实这三年以来,有很多的小企业,个体户已经把所有的老本都吃光了,积蓄已经没有了,甚至欠下了很多债。 原因是什么?因为中共一开始以为,封控只是封几个月而已,每个人都想着熬过去,没有人在一封城之后就结业关门。 结果熬了几个月之后,又是几个月,钱越花越多,有的还去找人借钱以支撑生意,因为不可能就这样把生意给结束了。 结果撑着撑着,三年的封控使得大部分的人都走投无路,大部分的人有积蓄的耗尽,没有积蓄的就去借贷。 所以,这三年使得有更多的人债台高筑,现在中国的失信人已经高达八百多万了。 这八百多万其实是代表着八百多万的个体户,甚至是八百多万的小商人,这些人养活了多少人? 可能有数以千万计,甚至是过亿的劳动力,所以整个中国的经济彻底瘫痪。 现在经济引擎打不着,但是中共还是在到处树敌,不但得罪美国,得罪欧洲,得罪澳洲,得罪日本,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被他得罪了个遍,他觉得自己经济的实力够强。 可以跟别人叫板,哪知道几乎所有的西方发达经济体都跟他翻脸。 刚刚欧盟也跟中共撕破了脸,欧盟有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欧盟是支持乌克兰的。 你跟我们做生意,你可以支持任何人,但是如果你不支持乌克兰,我们就没必要谈了。 但是中共却言辞拒绝,意思就是我们要支持俄罗斯,我们支持谁有自己的自由。 但是欧盟也跟他说得很清楚,没错,你是有自由,但是我们也有不跟你做生意自由,又或是甚至跟你翻脸, 因为在欧盟的立场就是要支持乌克兰面被一个国家侵略,而你要坚决支持一个侵略他人的国家,那我们就没什么话好谈了。 所以中欧也彻底翻脸了。 所以现在中共跟美国翻脸,跟欧洲翻脸,跟全世界都翻脸。 反过来你的那些友好国家全部都是要犯的,全部都是来问你要钱的。 给你钱的你就跟人家翻脸,伸手向你要钱的你就跟他做好朋友,那你的钱可以花多久? 现在中共是面对的问题就是,他的经济会很快就会出现大爆破,金融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他在外面找不到钱。 那还有什么办法?那就是只能够在内部去赚自己人的钱了。 现在在大陆正在疯传,就是有一些红二代太子党的家族,特别是最大的那几个权贵家族都被迫要向习近平上贡,有消息说是要他们交出最少三分一的财产,以帮助中共渡过这个经济难关。 据消息人士透露,中共要求红二代最少要拿出三分之一的财产,不交的话他们就会有麻烦,习近平有的是手段来收拾他们,现在因为经济危机,其实已经动摇了中共的基本盘。 欢迎听众们,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聚焦一款备数矩目的VPN Surfshark。 在众多VPN中, Surfshark以其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但真正的问题是,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 现在,让我们谈谈功能。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同时保持高速连接。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 不需要多个订阅,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 安全至关重要。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几乎无法破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严格的无日之政策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仅有5%的速度下降。 它是您快速下载,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 准备好安全的冲浪了吗? 在视频描述中查看,特别折口连接。 那这个红二代集团会不会进行反击? 他们有没有能力反击? 没有人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心里面一定十分不满。 而任何不满的人都会有机会逼虎跳墙。 另外一单在X平台的海外爆料也有评论, 说习近平现在已经开始逼迫红二代交出资产, 以帮他渡过难关。 因为没有能力去开源, 也搞不定欧美, 所以只能够向内部开刀。 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崇祯逼官员捐军费的时候, 距离李自成进京只有十天的时间了, 而景山上面的树就快要立功了。 这个消息在整个政圈传得沸沸扬扬。 海外民运圈也是一样, 就是中共要逼迫权贵家族上交一部分的财产。 据说只有两家没有上交。 海外民运人士王军涛表示, 中共对于这次的经济危机根本束手无策, 他们只能够逼权贵家族上交财产。 除了两家之外, 大部分的权贵家族都交出了一部分财产, 以保平安。 就连曾庆红家族也把财产交了出来。 还有温家宝家族等等, 现在只有两家暂时没有交。 一个是胡锦涛, 一个是江泽民。 胡锦涛究竟有多少财产? 他的儿子也当不上什么大官? 江泽民当然是有很多财产。 但是据说江泽民家族没有上交。 连温家宝都已经交了, 因为中共的退休领导人过着的生活 实际上就是形同被软禁他们的秘书。 警卫、通讯员、司机、 甚至厨师、园丁、 还有护理员等等, 全部都是中共派去监视他们的特工。 他们不论大事小事, 全部都要向上级汇报, 要向退休干部部门报告。 这个部门专门负责老干部的退休生活, 表面上是在帮他们搞福利, 搞政策, 实际上就是监视他们, 软禁他们, 亦有什么蛛丝马迹, 或者是有什么串联, 全部都要向上级汇报。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安邦保险集团的掌舵人吴小辉, 在2018年被判刑18年, 而且充公所有财产, 整个安邦系几万亿的资产, 全部被习近平吃掉了。 吴小辉本身是邓小平的外孙女婿, 他被当局带走了之后, 邓小平的外孙女邓卓锐, 就跟他签了离婚协议书, 很明显就是要划清界限。 而被传是安邦后台的陈小鲁, 就是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的儿子。 他被指为是安邦的后台。 吴小辉被抓了之后, 他在2018年2月在海南三亚猝死, 他猝死了之后不久, 吴小辉就被判了刑。 当时还有一个传闻, 就是陈小鲁在一场饮宴中喝醉了, 他说了一句话, 说这个人对我们红二代太子党有很大威胁, 他要把我们主国消灭。 这样不行, 我们要换人, 这一句酒后说的话被人报告给了习近平听, 结果习近平先下手为强, 把他做掉。 另外就是曾庆红的侄女曾宝宝, 他的花样年因为拿不到贷款而陷入债务危机, 要破产, 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在一开始也是很高调, 结果最近也收生了。 当局也曾经传出, 许家印原来是曾庆红的白手套, 结果许家印出事了, 曾庆红也没有办法保他了, 谁让他搞出了这么大的一坨苏州石。 现在中共出现了那么大的经济危机, 习近平没有办法面对, 所以他只能够向自己人开刀, 一开始就是那些红二代捧他上去的, 结果现在却被他一个一个的逐个击破, 要他一个一个去财产交出来, 那这帮红二代会不会联手? 现在看起来这帮红二代都是带宰的羔羊, 他们他们所有人都几乎都没有办法串联起来, 他们所有的力量似乎都被习近平收缴了, 这是现在的习近平可以做到的事, 那会不会有一些漏网之鱼? 比如,有一部分的人会串联到一起, 这个真的很难说, 当年的四人帮也是掌握了所有的东西, 但是最终军人也是叛变, 比如中央警卫团, 一控制了中央警卫团, 他们就被人做掉了, 所以习近平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中央警卫团, 因为最容易造反的人就是他们, 很简单, 只要把中南海包围起来, 整个中国就会改变, 所以习近平最紧张的就是这个位置, 他们有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政变, 又或者是翻脸, 没有人可以猜得到, 但是暂时看排面, 机会渺茫,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